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提出一个欧洲每年1万名 要每位50万的留学工费到欧洲 因为我们认为日本一百多年前 日本名字为信从欧洲开始 经过一百多年工业革命 当然中间日本也兴起 美国也兴起 可是经过这一百多年后 整个地球环境的开发的模式 破坏环境地球 反而现在欧洲反省的比较快 它对环境 对人的价值 对人跟环境之间的共存 有更深刻的反省 所以他们在发展这一方面的一个观念 反而比美国更新 所以说我认为 那台湾我们早期 不是受中国的影响 就受美国的影响 从市场开发 他们是 当然是两个市场大 可是就国土规划 我们不是大国 我们整个台湾 你要规划这个国家 整个领土 你要参考欧洲 欧洲的国家的大小 Size比我们大比我们小 跟我们差不多的都很多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样的价值跟所谓的Size 应该到欧洲去学习 而且最重要的 美国我们学费越来越贵 以前我们读书 实力的一年一百万 两年硕士两百万 现在是一年三百万 两年六百万 家庭我们的所得也比以前低 我们以前还有能力去 现在家庭已经没办法去 国家也没办法 太贵了 所以我认为说应该到欧洲 而且欧洲免学费 德国法国品质 不输给美国 但是它的整个教育水准更高 更便宜 那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鼓励到欧洲 除非欧洲没有到美国 否则欧洲有的到欧洲学习 不管是法律哲学科学 或者是城市建筑美学艺术 产品设计商业 都是可以到欧洲去学习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年一百万 一万人 每年五十万 这五十亿就可以让一万人 第二年再一万人 这是一百亿 第三年三万人 就是一百五十亿 第四年就两百亿 这是可以四万个留学生 都在欧洲 多可怕 那我觉得学过来的整个 有些我们不是马上要回国服务 还要协助他在欧洲就业 真正学习 再回来台湾 我觉得这个让欧洲整个文明 跟不管是国土规划的整个经验 对环境的友善 对人的尊重 哲学上的思考 这个都是一个欧洲比美国更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认为 为了让我们台湾的人才 年轻一辈的 更国际化 我们现在因为经济更不好 那经济越不好 越没有能力留学 越没有能力留学 反而都说在里面 越越内说了 所以说政府透过这样 我们还负担的起来 然后国际上 欧洲又比较便宜 又有更好的品质 我们应该把它送到欧洲 除非欧洲没有 只有美国有 那我们只好送到美国 这是我认为对我们人才 跟国家的财政负担 跟世界整个趋势 跟所谓的国土的size 的一个思考 认为说大量 我们要送我们的 公佩留学生 每年一万人 都会部对我们的 我们的旅行 照顾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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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